终于是给到了最后一首班位 然后利桑朵就放了出来 对 W在蓝色方还搬到了卡丽斯塔 其实卡丽斯塔在我看来 其实因为在后期它比较短板 尤其是W还能选择 韩冰这种英雄做应对 其实我觉得可以放出来的 它可能是想让Mistake能够过得舒服 线上过舒服一点 对 线上更舒服一点 然后这场先是 西叶拿了一首利桑朵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BLG反手拿伊瑞瑞尔加塔姆 那这场感觉BLG的风格 应该是跟第一局差不多 对 就是中上野C一下 牛头加卢西安吗 因为第一局的话 是卢西安被按掉了 但是卡莎其实在这个版本 它就有一点点 就是不值得先抢了 当然在蓝色方依旧也可以拿 这个是Mistake的一首 维恩在之前的采访里面 也问到过 为什么会选择让Mistake拿到维恩 然后WE这边就说 大家都很相信 这是他很擅长的英雄 对 那我们也是期待一下 这场Mistake维恩那个表现 好 中单飞机亮了出来 这是也是之前 西叶选手亮过的 亮一圈 大眼睛 维克兹 确实发现现在在中路的英雄上面 就左衣腰肌这种英雄一倍斑 就剩下没几个了 对 随机的话 它是在接下来的愚人节 有一个新的皮肤 它那个坐骑是一个科机 就是那个科机狗 那个科机 对 非常的可爱 并不是咱们解说同事科机 那不会 来 来看一下第二轮的BP 双方的打野 在第一轮都没有选 先针对一手上路船长 又是要去搬这种 能够单带的上单了 到W这边 波比 我意思就是波比加赛了两个班位 之前哔哩哔哩还搬了木魂仁 这把我觉得木魂仁不好出的 因为它中路 如果后面 W到中路去hold住兵线的话 再分一个单带一点 这个兵线比较吃紧 木魂仁我觉得这个班位 可以省一下 打一手刀妹 看打为最后一个班位 但是其实赛恩出了这把 它是拿了一个维恩 维恩打赛恩是好打的 坦克嘛 对 比较容易切的数 切了死这个坦克 因为赛恩比较笨重 那就选择搬一手杰斯吧 打野位置选择斯卡纳 斯卡纳就是跟孟严也差不多 就是6级之前 都要去刷自己的等级 赶紧到6级 这场反正 哔哩哔哩 先手开团点比较少 辅助不能开 中单不能开 那打野需要承担这个角色 是的 选手孟严 那W这边的话 他现在以开团的话 目前前两手已经很扎实了 再拿一手赛恩 那其实这一场 W他依然是一个宝牌 又变成四宝一了 对 又去宝牌了 那打野看一下 芒僧现在还在外面 要不要用芒僧这种英雄 提升一下前期的中野节奏 建模是前面亮过的 建模这个版本 有削得比较大的一刀 自己的E技能 不像以前这么灵活了 对 尤其是QE 两个技能的这个衔接上面 没有办法就是 一直去追着敌人卡了 对 但之前的这个建模 他这个机制 其实跟瑞文有点像 就是瑞文的QQQ 最后还是选择了一手瑞文 上路的瑞文 对抗上赛恩 大家对这个瑞文 我也很期待 听见现场的观众 也是爆发出来吼声 对 即便我们这个 眼眸听离得比较远 但是也传出来了 传出来了 也是想看一下 AD这把瑞文那个表现 因为几场比赛 包括之前的比赛 AD不管是使用 坦克型的上路 还是选择战士型的上路 都能够在线上 压住的对手 这个是他常见的一个表现 是的 而这场呢 他又是用一个 就算这个 其实我觉得 瑞文这个版本 是真的还是蛮强的 他去打 他是用瑞文 去打一个赛恩 而POSE呢 他经常现在表现 就是说 很容易在线上拿坦克 就让对方压着住 然后去吃塔皮的这种 所以这场上路 可能是需要去多看一眼 对 这场右边 Bilibili他们其实 严格来说 往后面 甚至可以 当他们四盒来看 对 核心点非常的多 输出点位很多 但是相对来说呢 那也比较会把 比较有力的前排 对 所以在团战里面的话 还是比较依赖梦魇的 一手反手关灯吧 他这个关灯 还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说在关灯 这段时间里面 这几盒 能够去击杀掉对方 关键的C位的话 团战是 能够取得胜利的 对 对于WE这边而言的话 他一方面还是要保住 维恩的发育 能够让他顺畅地发育到 自己的成型期 另外一点就是中路 力桑卓和建模的 中野的一个联动 六级之后 一开始在中路的线权方面 力桑卓还是能够去 推一推线的 然后飞机要等自己的 等级比较高以后 尤其到六级之后 他能在兵线上 稍微掌握回 掌握回来一点 但总体上而言 力桑卓在兵线上有线权 所以一开始 悲伤的建模 他在中野联动方面 在野区的活动空间 是比较大的 好的 也是马上进入 由WE对抗 标记 BU3的最后一局较量 现在对于两队来说 等于说是重新开始了 想到一个BU1 加油 加油 桑卓 加油 加油 好的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来到了双方的比赛画面 在E集团依然是比较的保守 比较的谨慎 虽然说对于两队来说 可以当做一个BOE来重新去看 但是毕竟双方都坚持到了第三局 所以要比较的谨慎 而且W1这场的话 他这个MISTIC这个维恩 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输出点 他这个维恩前期这个发育 还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这场比赛你发现没 W1这个阵容 他也是比较吃大招的那一波 剑魔 利桑卓和赛恩的那一波大招 也是要强行去秒一个C位的 但是他有可能面对之前BRE 面对同样的问题 就是你面对多何阵容 你这一波All-In 秒掉一个C位甚至两个C位 他还有两个人能站出来 对 就是感觉跟第一把 一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感觉就是打地鼠一样 你敲掉一个又闹出来一个 这就是大招流 面对多何体系的时候的一种困境 所以当然也要看这个前期 大招流能不能站到 尤其在中期能不能站到一定的优势 是的 刚才看了一眼 即使福文对W1而言的话 他们是一个三鱼阵 除了尚丹跟维恩 都是带的一个鱼阵 然后瑞文这边是带了一个征服者 其他的都是非常常规的一个带法 对 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不同的意见 双方其实从打野的角度来看的话 早期都会打得相对而言平静一些 尤其是哔哩哔哩这边 孟严包括飞机前期都是需要发育一下的 今天是上校 怎么了呀 格外保守啊 他会不会 你说我们会不会常规赛到三月地 他的这个就精确到小住点后三位了 期待一下 上路的话 目前POSE打得很难受啊 刚才ADD还空了一波线 也缺两边相遇 最后的省剑是悲伤给打掉 但是也是因为剑魔 他的这个削弱的一个缘故 导致他这个追击能力没那么强了 中路这边直接爆发一波 双方互换了一个闪现 酷肉的血量非常的低 没有能够被吸血击杀 下路镜头切回来之时 金角也交出自己的奥数月签 血量比较的残啊 反身还想去打Mystic Mystic直接瞬间打出一个三环 是 这个时候金角的血量非常的低 但是形线预兆的伊泽玉尔 他在线上会偷到一些补给品 所以威胁没有那么的大 刚才的话 在W的这个野区 是Meteor没有能够抢到 所以导致他辛辛苦苦打了 很久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蓝buff 其实是被悲伤做下衣 这样的话他这个经验 就等于说刚才是浪费了一段时间 所以他这个经验是小有落后的 刚刚才来到刺激 高级打公仔嘛 对 这技能击飞一下 这边上路的情况的话 ADD这边也是神的带了个多蓝盾嘛 所以两边上路的这个回复能力都是有的 对 好激进啊 但打一个赛有点打不太动啊 中路又是E技能二段过来 W先住 配合建模的一个QE再去进化 虽然解调 但是建模最后一个E技能还是将其炸下 是的 还是告诉大家一鞋吃鸡 买一赠一扫码领取限量黄金鸡块 买一赠一优惠选 对 这个其实很早之前就考虑到就是 WE他如果这场比赛想要战胜BLG 他就很有可能就是选择中路 或者中野能够压制住对方的这种组合 让对方不要通过上中野打开节奏 然后辐射下路 对 这个中野本身在BP的时候咱们也说了 只是建模加上立桑轴 他这个强度更高一些 对 飞机的话他就往后期拖吧 对 而且孟严肯定以前期要刷一刷 提升自己的等级 但这场因为孟严一开始呢 入侵野区失败 导致自己浪费了一些时间 而现在自己的野区又被反掉了几个小怪 对 现在 飞伤在这个地方一直在骚扰对方 反身给个W 二段过来 这个时候是有大招的 对 孟严先开W 这个W一开的话 西野这边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了 中路西野一直能够压住这个平线 再来看一下这一波 递过去一个W 平A 后期配合悲伤接一个W 哪怕说这边是交了一个净化 但是还是被拉了回来 对 厉害厉害 现在早期的话W这边是拿到了一些小优势 同时人头是给到了剑魔 给到了悲伤选手 这里是塔姆 刚才用了一个传送 现在换成了一个治疗术 剑魔现在在下半区 自己红buff马上刷新 这一场比赛W的中也是占到一定的便宜 而且这个时候 因为飞机现在进化是没有交掉的 所以对于库主选手来说 现在要格外的小心 对 库主选手他本身在前面 就是线上就打得不舒服 就不是很舒服 一方面他不是妖机 就是哪怕杀不了利桑卓 他可以去小压 但是他就是在线上没有办法压的那种 对 再加上打野梦魇吧 你就得等他6级 6级之后他其实没有什么干可能力 所以他中路一直被压线 导致西叶这边到了6级之后 有一个主动先去别的路的一个权利 现在下半区红色方的视野 其实也是差得还比较密集的 所以哪怕说利桑卓赶怪的话 在龙坑这个附近就能察觉到他 LTT上半区他是领先了十几刀的补刀 推了线之后往中路赶 但是西叶刚才其实非常的灵敏 就直接就推回到了塔下 现在Meteor选手已经是来到了6级 所以可以看一下标记下一波 如果说面对WE的主动开团 他可以利用梦魇的大招进行一些反打 现在蓝色方在入侵到对方F6的这个位置 赛恩刚才也是把线回推了过去 跟着打野一起动了起来 不过背伤现在这个位置是被BLG察觉了 对 这个眼睛刚好是刚才瑞文过来 先推线然后河道去游走帮助队友去查了 所以刚才这波第一时间意识到了 所以BLG下路就突然打了一波比较主动的 但是因为Mistik第一波回家 已经把比尔吉沃特弯刀做了出来 所以他现在其实是有一定的回复能力 瑞文刚好Q过来的时候 直接被空中再Q起来 赛恩直接开车稍微擦肩而过 没能拦住ADD旁边有一个剑魔 赶到战场大妹已经开起来了 瑞文这个时候有闪现 看一下闪现什么时候交 蓝承接已经给上了 先交Q技能闪现就是要省 这边悲伤选手的话开起了一个大招 所以扛他也是无伤大雅 刚才其实如果那个W技能中了的话 有可能会后续去跟 但是因为到死ADD都是 到头来ADD都是没有把自己的闪现交了 很能忍啊 对他们可能想法就是说 等ADD交闪了之后 他们才跟闪 一直没交的话就算了 再加上W也没中 嗯 VN上去想去换血 但是直接被反身打一套 牛头二连 但是因为VN的血量已经亏了 对 所以这波不能持续作战 而且塔姆这边也是W技能 把EZ吃了进肚子 孟严这个时候正在往下走 她第一个大招暂时还没有用过 对 而且背上也过来做一个蹲伏 对 中路的话 现在两边都回到了中路 超谨慎 两边在10分钟之前打了 嗯 而且现在中路 Curo她的双刀也是都撞好了 后面绕过来 孟严其实也是在下半野区的 对 但是现在孟严这个大招范围不够覆盖 她需要再往下走一会儿 先对塔姆斗手蓝成剑已经给上了 先逼个闪现 逼闪就走 足够转 而且你会发现第一时间下路打起来的时候 Curo跟西野两个人都动得非常的快 对 就他们这个线目前而言就是没有说是谁能够推得过去 就是都是放在中路 所以是可以一起过来的 上路ADD持续进行一些补刀的压制 但是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前面也说到坦克装比较便宜 但这边做一个坦克装的话 而且也不需要她去打什么伤害 嗯 她只要不被瑞文所占到太大的优势就可以 对 她就拉一点补刀没事 主要是她这个大招 太灵敏了 瑞文这个英雄不是很容易被控住 尤其赛恩这种控制是只要有位移必可以躲掉 现在梦魇的位置是在上半局 但是发现下半局的话 悲伤这边已经跟着队友 把这条水龙拿到了手中 对 下半局小地图让我们看见 哔哩哔哩在下路河道的几个爱口 都是插足了深眼 就是避免W拿下路做开刀 对 这一波的话 标记知道 直接想对三人动手 我们就逼闪了 逼了闪以及大招 他们这波开赛的想法是因为 刚刚看到对方拿了水龙 知道对方打也在下路 所以打上路的话一定是二打一 这边峡谷先锋 12分钟 W这边想要先去做一些防守的眼位 两边ADC目前的这个前期这个补刀 经济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但是因为行鲜预料的缘故 导致Etherer现在是多了一手耀光 前期的节奏比较停滞 尤其是第一条水龙也被W所控住了 所以要看双方打也关于这条狭虎先锋怎么去争夺 对 理论上这个时间在当前版本这个节奏已经比较晚了 因为14分钟这个防御塔肚层要被收回 对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4分钟之前先拿一个狭虎先锋 然后去吃一些肚层钱 对 那就这两队今天的前两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见节奏相对来说比较的迟缓 狭虎先锋拿的也比较晚 因为对于WE而言的话 他们是围绕下路 围绕下路的话一般都是要等ADC发育 那就等得比较久 那对BLG来说的话 他们是等上中野带着人去下路 那目前的话上中野目前没有打开一定的优势 所以也是只能等 对 孟严这把也不太好抓人 你们感觉 他去抓中瓦 驴震立三抓还有大招 对 他去抓上已经抓了一次了 逼了一个闪结束了 对 抓下因为牛头对他也比较抗 对 所以他这场的话可能就反开吧 反开 就WE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伪的四宝仪体系嘛 所以其实WE给他们去发育 也是WE比较乐于看到的 对 而且两边这场其实都是可以往后拖的 另一边哔哩哔哩毕竟有飞机这种角色 后期也比较厉害 对 等不及了 先拿霞舞先锋好了 因为上路 推了线 而且刚才好像感觉到瑞文回家了 但是瑞文好像瞄到了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插了眼 这个时候梦魇跟飞机要从上中两条线给逼过来了 WE只能选择放弃这条下午前锋 牛头也正在路上 做了一下尝试 但是下午前锋回血了 不够耐心 耐心只有线 对 你家太远了 他 而对于下午的话目前也是风平浪静 感觉双方打也都是在观测对方的一个动向 因为对于梦魇来说的话 他就是很怕很怕悲伤去抓 因为悲伤前期已经拿到一个人头 而且抓得也很成功 就是他可能是想做一些反制措施的 就是在梦魇 在剑魔抓起来的时候 他开一手大招 然后支援过去 但对于剑魔来说 他可能更多的是想跟着利桑卓跟赛恩一起动 因为毕竟这样的成功率会更高一点 对 因为现在如果只说打一个中野节奏的话 双方的下路 因为塔姆比如说可以开车 上路老司机可以开车 基本上上下路也都会5V2这中路一起去动的 基本上不存在于一个2V2了 就感觉现在我们看到的风平浪静 只是暴风雨之前的一波冷静 因为我感觉下一个如果要打的话 应该是一个大团 都动得很快 尤其是标记这边 要对梦魇加上塔姆 好 那现在梦魇在下半区 剑魔又开始对峡谷前锋动手 刚好红色王的视野是看到这一幕的 这边拿了buff之后赶紧 来到霞虎先锋这边 看下来的几步 但这个时候 西叶是取消了回城 取消回城那还行 如果西叶当时是回到家里了 直接哔哩哔哩可以形成一个上中 两处推线 然后进行一个对剑魔的包围了 现在这边两面上单同时赶过来 还是要包ADD 也持缘现场 落地的是一个EZ 这波哔哩哔哩直接要抢下这条 下股前锋 赶紧见到的水线 后面还有个眼睛 剑魔的大面已经开起来了 反身对EZ用一个W技能 EZ反射刮个大招 先刮了第一条命 洪泽萌梦也吃掉这个buff 这个也没办法 因为第一时间标志 人员来得更帅一点 而且上路锐文 他能够去推线 让赛恩不太好出洞呢 对 赛恩是从后面绕过来的 对 而且我们看到锐文 现在这个 他直接是选择去断兵线 对 人员表示我的学名叫炼金 炼金是打法 下路 在这里做一个敦服 草里是没有视野的 等待队友的到来 但是与此同时 孟严也在附近 飞机也在 既然对塔姆动手 牛特一个二连 站起来两个人 他们开了一个挥盾 同时 WM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有点尴尬 红泽萌这两个TP 红泽萌这个TP 好像是被打断了 看一下 库鲁这波位置非常好 MISTIC一丝鞋 直接被EZ所斩下 蓝四方两个TP 保一下 双方上路互换了 一个被打断的TP 这波团战打完之后 反而是WE这边下路 损失了MISTIC 而且直接释放下 我先说下塔没了 对 这就是Bilibili 一个多核体系 在现在刚好 从面板伤害上来说 Bilibili是占优的 对 刚才其实第一时间 打起来的时候 MISTIC位置很尴尬 再加上它是被孟严开到的 那这个土龙的话 也是顺势被BLG收入囊中 前期从资源上面来讲的话 BLG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的 但是整体从这个经济上来看的话 双方经济仅仅仅是差了1000块钱 对于WE来说是可以接受 它依然是可以脱 对 如果WE刚才选择的比较激进 他们是选择先动手 被Bilibili实现了反打 其实理论上 在咱们这个上级视角看来 可能他们去稳一稳节奏比较好 再来看一下这里 就可以说是 维恩这个位置 直接被孟严开到 导致他孤立无援 但是上路互打断大招 这是赛恩的一个Q 对 后续维恩交出闪现 但是又被EZ的Q技能拿到人头 因为咱们看这波动手 WE的中上两个人 都是没有去参战的 那少了中上两个人 基本上 第一时间动手的是 耶夫两个人 维恩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跟上 那剑魔和牛头 这两个人的一个输出伤害 基本上咱们看 剑魔在缺乏黑切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能够摁死塔姆 那基本上就会被Bilibili实现反打 没错 现在的话下落塔被推了一个情况 导致维恩跟牛头 直接来到了中路 然后试换利桑卓去了上路 把赛恩拿到了下路 对 但这个上塔这个血量好低 现在维恩还要等自己第二件杨刀 但是反观对位的EZ的话 已经是两件半了 EZ两件半 同时飞机有三项 Bilibili现在各个点位 都是比较的强势 同时梦魇身上有一个金身 梦魇这个金身就预示着 他们可以把节奏提得比较快 对 而且马上大龙要刷新了 这一波团战可能是影响大龙归属的 有关键节点 然而现在WE他是没有足够多的钱 去投资更多自保的装备 尤其是Mestick这个点 他要先等自己的破败家杨刀 做出来之后再谈后续 所以现在他这场Mestick的输出环境 比起前面两场是最差的一场 因为这场没有塔姆了 只有一个牛头能够去保障一下他 然后第一场是有一个布隆 第二场真的是开心 那现在BiliBili基本上在河道 以及中路兵线方面 都战略剧的比较大的优势 对 梦魇这个金身 其实是可以随时找到一波好机会的 而且现在瑞文在下路 有一个优先推线权 推了之后马上来到正面战场 而且从后面绕的话 又会给到 WE无形的一个压力 EZ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他有一个奥处线 但是牛头正在上面等着他 EZ这个闪现被逼了 因为EZ先把异技能交过了 Kuro上路 看对方没有人的时候 把这个塔推了过去 现在WE有点疲于防守 就是他上下两路的塔都被推了 所以导致总要分人过去 但是现在下路又推不过瑞文 只能说是去吃瑞文 推过来的一个兵线 这样子的话 正面打起来的话 赛然还是会晚到 因为他不像是说 在上路被推线了 直接可以从河道的一个地方 开车过来 是很平缓的 他如果从下路这个野区 开过来 山路十八弯 对 但是赛翁是马胭脂非腐 他刚才就是因为被瑞文推线 瑞文先动 然后结果他动得晚 正好河道可以堵到EZ 打了EZ一个闪 对 所以有的时候晚到有晚到的好 但总体上而言 就像葵子刚才说的 赛恩在下路推不过瑞文 在主动性上肯定要差了一大截 对 现在对于W来说的话 他们就去要等一下 维恩的这个装备 因为如果讲求他们这个阵容 中期的开团能力是很强的 利桑卓加上赛恩 但是有两点可能让他们 没有办法想要去主动开 一方面是兵线的压力 另一方面是维恩的装备发育 维恩现在只有一件半 没有两件 所以一旦由W的上中野先去开的话 没有人去 维恩有可能跟不上 对 维恩并不是一个跟输出能力非常强的英雄 虽然说他比较灵活 但他更多的 他在输出跟输出的同时 他还要提防自己的一个生存 那标记这边的话 就利用中期上下两路推 现了一个优势 然后齐聚一堂在中路 想要威胁WE的中路一坦 挖一手大招 EZ这个时候伤害足够高 现在其实哔哩哔哩可以逼团了 他们重要点位全是两件 对 EZ三件 然后摩切在手 然后瑞文这个时候有复活甲 对 飞机两件正好 这个是哔哩哔哩最强势的时候 这四合全载 已经在尝试了 但是WE这边后撤也很快 哔哩哔哩哩 这波阵型保持的是比较的开阔的 瑞文在旁边伺机而动 他身上是有一个复活甲了 所以他比较肆无忌惮 对 西叶在找角度 但这个时候哔哩哩哩也是 开始选择后撤了 双方都是稳一波 稳一手 对于Bilibili他们比较忌惮的一点 就是虽然说他们现在几个核心点 都是两件甚至三件 孟严又有精神可以做强开团 对 孟严现在已经转成复活甲了 已经复活甲了 他现在可能就考虑 开哪个点位是一个问题 对 以及他们没有扎实的前排 仅靠塔姆一个 又要去承担保护 要去承担前排的能力 可能弹子有点重 先去消耗 EZ身上有个红霸 我先打到炮子身上 直接打成个半血 丽丧说这个E技能 只是骗一下 欺骗一下 只能往后开车了 不敢去做正面的开团了 这样赛恩没有开车的话 丧失了一个先手开团点 那没办法呀 若文这个时候有一个落单 身上这个复活甲还能继续拖 由头二连 是被若文的闪现躲过 向一来的话 是没能打出热神的复活甲 但是至少能够守住 自己的下半野区 而且至少这个中路一塔 依然是屹立不倒 EZ这个大招是 只挂到了冰的身上 赛恩目前再处理一下下路冰线 那瑞文的话 看他一个选择吧 他应该也是选择先去对推一下 因为本身BLG就是养上 自己推线的一个优势 对 我觉得现在 其实可能双方都不急的原因 有一点 就是哔哩哔哩他们 在我看来 可能他们进攻压力要大一点 因为他们在后期 没有一个扎实的前排 对 塔姆是坦不住的 坦不住的情况下 一旦WE他们几个坦克成型 牛头赛恩这个成型 包括建模他也出一个半坦 坦克成型的情况下 那哔哩哔哩哩 有可能就钢不住 这些坦克横程直撞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点 就是在于他们的合作 WE他们是打一个大招流的 赛恩大招 以及中野的一个大招 他们咱们说了 大招流最怕的就是多合 你一波all in 大招全砸给一个人 秒掉一个 但是另外三个核心点站出来 秒掉两个 还有两个核心 有可能在残局收割能力上而言 那核心多的一方就会占优 所以这可能也是 哔哩哔哩哩他们不急的原因 但是在我看来 因为他们除了上野两个复国甲 他们主动开团的欲望 还是要略强于WE的 是 因为WE我觉得他们WE 是在拖维恩的水银 之类的装备吧 因为这场真的是 MateTik他要靠自己 他的辅助这场 是要承担一个开团作用的 两边这个时候 其实都有拖的资本 但是BLG他就刚才说 他这个多合 是比较克制大招流的 但是会发现 越拖WE的这个双前排 越厚 没有人能够打得动 他不像说是维恩这边 主要就是没坦 塔姆反正坦不住 他这个得保护队友呢 而且塔姆甚至有可能就是说 W后来觉得 你要处理的这个点位太多了 就掀开你这个塔姆 防止你一个塔姆 这个关键一个W 就一个残血的一个队友 也并非不可 因为反正有维恩嘛 维恩他就打得很快 Mate又是相遇 这个时候歇的血量并不是很好 立即能直接逃开 现在可以感觉到 BLG这边是有进攻想法的 他毕竟两个复活甲 这两个复活甲穿在身上 基本上不怕 对 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比零比零优势很大 Mizzi这波想绕后 那看看他开谁吧 先顶回个塔姆 给上一个点燃 再闪现Q Q起三个人 建模进场 先秒EC 一个开启白色的塔姆 也是要命藏当场 Win收他人头 这边看一下 建模还在追 先打出自己的第一条命 而在屏幕的下方 我们看不见地方ADD捏住了两个人 而在一边 等一下 Win还在不停地去走打 再走打 据迹出了孟严第一条命 孟严只能去逃走 这一波Win的血量太低了 所以只能是打出对方一个复活甲 这个地方AD过来 也没有办法能够找到Mizzi这个麻烦 这一波团战 是打了一波零换三 得益于Mizzi的一波绕后开团 这就我们刚才说的 W他就是打这种一波控制 是 上来先去秒逆一个C位 而刚才因为Bilibili 他们本身想打一个大一点的包围圈 瑞文他是其实在屏幕的下方的 所以导致自己的口袋没扎紧 被W各个击破了 是 看一下AD在侧面 想要骚扰 那Mizzi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远的 E的一个大招刮过来 先把众人刮低血量 我们开车带队友 就维恩先行收到了 五个人抱成一起 瑞文上面一个爆破果实 要不下来 先要到看一下 先被Mizzi激励一下 Mizzi激励在墙边 不停地输出 打出瑞文第一条命 塔姆吃下一个瑞文 在吃的好像是一个尸体 这边看下瑞文复活起来 两个人都遭击杀 EZ蹦跳一下 再交出去的闪现 闪转腾挪 他非常灵活 还在继续不停地追 再等一个EG的CD 但是现在EG的CD没有那么快 这一波在龙后的一个团战 也是让Blog能够 大陆二人组一个人头 但问题是WE已经是拿到 这个大龙Buff 接下来就要进行 下一波的推进了 对 这波过后 WE也是把经济差 拉开到了2000块 EZ把这个防御塔一推 差不多经济持平 是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利用这个时间 想要去拿这条土龙 但问题是 HOSE这边直接传送过来 威胁一下 找EZ啊 想预判一下EZ一起的 那么好 再按上等他 对 有没有队友 旁边有一个西叶的利桑卓 利的稍微显得 有一点点远 利桑卓是没有闪现的 没有E技能 这个E技能赚好了 但是已经跟不上了 那这一波 是震慑到了 刚才想要打龙的Kuro 所以Kuro离开之后 悲伤果断接手这条土龙 对 现在看一下西叶 他的这个杀人数 好像刚才是九层吧 应该是 这波太秀了 逼了一个闪现之后 再二连 二连到三个 后岁队友 其实离得比较远 都是闪现根的 然后Messick开启一个大招 这个时候 对于B1G来说 是一个逃跑的阵型 所以让Messick 很好的能够 进行一个追击 对 这一波也是非常需要 先开启一个治疗术 把对方的 那个 这个复活家打出来之后 利用自己的这个破败 骑脚兵 还有他现在又做了一手吸血鬼结账 比利比利在自己可能比较强势的那一波吧 就是当时我记得几个核心点位都是出了关键性的两件套 飞机当时是火炮加三枪 EZ甚至是三件套的时候 比利比利可能有点受限于 不知道去让孟严去开谁 那一波机会给浪费了 导致WE趁机 有Messick的一波 很好的开战 他们打了一波 打着的all in 对 而且就更亏的就是 不光是人渊阵亡 复活甲也打出来了 对 现在的话 孟严的复活甲快撞好了 但是对于瑞文来说 还有半数多的时间 那现在WE利用 还剩不到一分钟的大龙buff时间 继续去滚动经济的雪球 现在的话 由西叶把下落的兵线 已经推到了对方二塔内 对于BLG来说的话 面对对方这种分带的话 也是比较头疼的 牛头在这个爱口 他卡出了一个瑞文的位置 还有老司机的Q型 但Messick直接被Poke藏了 这波Messick的状态 可能不太好打 但是剑魔不管不过 他先要去找EZ的麻烦 他们又是开出自己的白盾 迷你恐怕要被先被秒了 EZ直接被利桑捉索秒杀 瑞文这波进场 W的阵型并不是很好 剑魔地上面已经W出来了 孟严第一条 先去飞Messick 但是Messick还在战场中心 一觅不倒 EZ在旁边Poke 想去找Messick Messick一撕前 暂时他没有死 旁边孟严 他大招已经开过了 迎面撞到一个剑魔 先放一个Q技能 打个招呼 这一波的话是 只是击杀掉了一个Messick 但是其实对于Poke来说 他刚才那个W 已经放得非常的好了 对 也是因为第一时间 Messick他的状态不好 没有办法能够跟上输出 我只能说这把 悲伤是真敢打呀 本身当时觉得Messick 已经在一个半鞋以下了 但剑魔还是赶上 是的 那来看一下 老爷子又来了 老爷子来了 老爷子说 他觉得 W这场 和标记这场 目前是一个七三开 W小伙子们瞬间说 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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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因为上校已经读奶了两把 先擦一下键盘 不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就是队伍能够在拿到劣势之后 就是拿到劣势之后 进行翻盘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电子经济 比赛的一个魅力所在 当然 有不确定性 现在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拖到了32分钟 双方这个经济 仅仅是有一个3000多块钱的差距 这个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这个大龙时间 大龙BUFF时间已经结束了 然后WE这边没能推上高地 标记这边也是很乐意看到的 对 下一条 不管是火龙还是大龙 都是一分半的时间 一样的情景再现了一下 到后面反正跟大家重复一下 就是那个老问题 WE它是一个维斯宝一 维恩生存是重中之重 对 而另一边 Bilibili它缺乏坦克 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短板 没有人能够像现在牛头啊这种英雄 他就顶在前面 对 他下一件 塔姆因为他要保护队友 他只能跟队友站在一起 你不能像什么牛头啊赛恩这种顶在前面的 你顶在前面没有人吃队友了 那这边 牛头也是做了一手救赎 现在利桑卓西叶这个铁位是十三层杀人数 他在这个BO3里面好像做了两把杀人数 上路继续给到兵线的压力 就这个压力一直要持续给到大龙刷新的那个时间 WE才能去找机会去 插一下 或者说是正面跟对方打一波 正面打一波还是要提防梦衍那个关灯 因为可以感觉到就上一波悲伤开那个团很秀 但是问题就是梦衍开大招那个时候 导致Mystic是没有办法去输出的 就是视野 这个就没办法了 扫一下大龙去了这个视野给到一个睁眼 但是在很刁钻的一个大龙坑的口子 刚才是有红色方那个眼的 但是好像掉了 对 现在又到了一个火龙跟大龙需要抉择的时候了 对 所以说这个情景有点相似 对 线魔想去找麻烦 赛恩直接开车一波过弯 这次没能撞到人 旁边有一个西野直接闪现进场给自己大招 这下西野直接捏住了金角 金角撞出去自己的一球 但是但是没有死 两个复活甲隔墙而望 ADD先跑的塔木已经先到了 没有唯一的前排 B-0-B-0 三个C位也难以抵抗 这个时候打也已死 辅助也死 对于这个大龙Buff来说 W-1 这没有前排的阵容 被这几个肉弹一冲 这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阻挡 各种开团 你用闪现躲了一波三的开车 后续谁能想到西野从那个地方 直接闪现过来 大招给自己 这W-1表示大小龙都要 因为维恩他现在是一个双膝的一个装备 所以他打大龙无伤 基本无伤 这个一个珊珊来迟的 珊珊来迟的一个伊格瑞尔的大招 也没能够抢到 这样双方都是有一条火龙在手里 但是W-1现在还有个大龙Buff 这波我们看 W-1形成了一个包围 没有位置 刚才那一波是过来了一个利桑卓 塔姆 这边是开车被塔姆的闪现躲掉 但是后续利桑卓很秀过来的一个大招给自己 然后骗了一个对方打野的一个大招 虽然关灯 但这个时候W-1众人齐聚一堂 没有能够让对方能够开到关键位置的一个机会 那这一波团战也是导致W-1拿到这个大龙 对 在真正的一个像30多分钟一个大后期 没有前排坦克的一个支持 是很畏惧这种冲阵体系的 对 所以当时在中期 Bilibili几个C位都是有一个领先的两件套的时候 小有领先的时候 当时我真的觉得Bilibili应该主动去尝试几波开团 尤其是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容错率 我记得很早梦衍就出了一个精神就是为开团做准备 然后梦衍跟上单都做出了自己的复活甲 他们上野两个人复活甲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 对就感觉从精神转复活甲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其实还是有一波可以打的 毕竟两个点位有复活甲 这个就是可以去尝试的呀 但是那波被WE所拖住以后 就到了WE面对你基本上无前排阵容的时候一波冲阵了 现在BLG无前排 然后对于WE来说是很好打的 但是WE这个前排BLG又不好处理 BLG现在面对这牛头跟赛安顶在前面 就根本就受不了 嗯 顶不住 中路的话AD想找一些机会 但是他现在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能够突进到对方的后排 是 想绕后的话 维恩现在是有破败 有吸血剑 银血剑 嗯 怎么打呀 当然现在WE也面对一个比较受不了的问题 就是维恩手太短了 这个大龙buff上高地似乎有一点没那么容易 对 他们只能说是维护一下后面的这个大炮车 嗯 起风密集的塔姆 嗯 换一下召唤之技能 对 旁边有个ADD 伺机而动 但是不太敢过来 这锐纹太脆了身上没有复活甲的 他在不停地去磨 这个时候WE手短的短板暴露了出来 他不太敢于点这个水晶 只剩一个大炮车 那一下一下A 但是速度是比较慢的 西叶在这个位置感觉是想找一个角度找一个机会的 大龙buff的时间还有40多秒 对于Bilibili来说就是要去拖 不停地去拖延这个时间 对 ADD还在侧翼 EZ先去刮小兵 但是水晶还是守不住要先放掉 ADD根本就找不到机会 他想去看MISTIC 但是MISTIC身后跟了一个老牛 因为老牛知道他在那个位置站着 嗯 那现在进攻点从中变成了下 对 25秒 西叶 这一个E技能应该是 还是真的还是想去逼一下Bilibili的走位 因为塔已经掉了 继续去磨这个水晶 打了打了buff 破了两路已经是很不错了 而且瑞文这个位置并不是很好 身上没有副架 直接被一波剑膜吐死了 MITIO的梦魇也不好 看一下一个红色弯的救赎 能不能去抬一口 金角直接被切翻了 我也说梦人头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要一波了 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这个复活时间已经非常的长 在38分 将近39分钟的时候 WE也是基本上是打了对方 只剩下一个梦魇的 这样我们也是恭喜WE 在与BLG的这场BO3中 2比1战胜了对手 恭喜 这场BO3也是WE 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 连班两局的呀 是的 对于WE而言的话 他在这场比赛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在围绕 他们在拿到围绕下路去打 围绕MISTAK去打的这种阵容的时候 都会发挥的非常的得心应手 同时 同时对于BLG来说的话 他们这场比赛就是这三局其实都有非常优秀的 优秀的时刻 我们刚才其实从那个highlight也可以看到 但问题就是可能在第三局拿到这种无前排阵容是 在中期没有找到机会的情况下 后期被对方给克制掉了 对我们说就是这个多合阵容它的优势在哪里 就是中期打架碰撞比较厉害 但是你是要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 比哩比哩中期确实有点小优 但是没有在自己优势几个C位都有核心两件套 EC早早的就已经有三件套有磨切的情况下 比哩比哩没能够直接利用梦魇的开团去发力 可能也是找不到发力的点 我们当时也帮他分析过 你可能去开3N开不动 开立桑卓他有大招 然后你去开下路的VN吧 牛头又比较克制梦魇 可能他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是毕竟从他的出众而言 我们能感受到比哩比哩他们全队 尤其是上野已经出了复活甲的情况下 他们是想去开团的 但是可能在一波一波的犹豫中 那比赛就朝20分钟 30分钟30分钟以上去走了 那个时候就是WE 他们前中后排比较分明的这个阵型 能够发力的时候 我们在后面的团战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数据面板 哔哩哔哩虽然说他双C 贡献出成敦的输出 但是被这些大肉块一这么一冲 基本上这个阵型是七零八落 是的 所以在这波过后 感觉你觉得谁能掌握MVP 这场我觉得对于WE来说 他的各个开团点都发挥得不错 你看刚才那个高光时刻 有牛头的那波绕后 然后有那个力桑卓的一波绕后 我觉得missing吧 missing那波团 我觉得奠定胜局有点 你笑的是什么意思 不是因为 因为你明明知道是谁了已经 好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MVP 到底是给到了谁 好 MVP是给到了西叶4-0-9 你明明刚才已经听到了 MVP是给到了西叶 我没有听清 好 好 我们来恭喜西叶这场 KDA是4-0-9 伤害战比28.4% 参战率92.9% 伤害转化率104.9% 然后对位经济差2717 MVP次数三次 他这个MVP可能是最后那一波 就是逼出打出对方两个复活甲的那一波 还是比较关键的 是 就你刚才说Missing吗 我也想说Missing 因为Missing他刚才那个牛头从侧面绕过来 先是顶回了塔姆 然后逼出塔姆一个闪现 然后再二连到三个人 那波确实打得很精彩 但是那一波团战不是关键性的一个团战 最关键性的我觉得还是西叶那一波 对 反正就是都是开团 W这个团就是往上怼 就是能够开到最多的人 一拥而上 对 然后这场的话对于西叶来说 他确实跟队友的配合 包括自己的开团都是打得非常的不错 我们也是再次恭喜WE 他能够在这场比赛中2比1战胜的对手 然后也是希望不管是WE还是BiliBili Gaming 他们能够在之后的比赛中 就是拾取前面的一个经验教训 因为虽然说今天WE取得了胜利 但是他也是有一场就失败了 而且今天的翻盘比较多 我们看到第一盘 第二盘 其实都是一个翻盘局 只有第三盘上校是判断正确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可能最恼怒的人 或者是恼羞成怒的人是上校 上校也在进步 他第三盘终于判断正确了 那你总不能让人家三盘一把都不正确吧 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上校 他的这个判定机制 可能是根据一些英雄 他刚开场的时候给到的那个胜负关系 就是胜率关系 是根据这个英雄的大数据 然后他可能在场中 是根据这个英雄的中期表现的一些数据 就是他不认识选手 他也不认识大家的风格 不认识大家的性格 所以他是完全的一个数据化 所以大家也是原谅上校的